嘿,大家好,我是桌游怪,我是沙路,欢迎来到桌游怪的频道,今天又是一期桌游开箱栏目了,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桌游怪同样非常期待的叫做Acropolis这个游戏 这也是非常抢手的一个游戏,我们也是拿到了全场的最后一份,而且当时我们去那个柜台想要去demo游戏的时候,你就是更想玩这个,而不是玩那个土龄机 对,我在真抗准备要去看什么游戏的时候,我其实就看了这个游戏的一个视频,然后被他那个玩法吸引了 然后发现我们最后其实是双喜灵的,还蹭到了一个图灵机,那Acropolis这个游戏的话翻译成中文,它意思应该叫做卫城,就是雅典卫城那个卫城 保卫的卫,那这个卫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雅典它其实是一个很大一片城市 然后这个卫城的话,它其实建立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一片就是地势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区域 就在里面,对,它起到的其实是一个防守要塞的这样一个作用 就大家可以大概理解成那个指环网里面那个刚多城,它中间的一个城堡 对吧,然后以及这进击的巨人里面最开始不是那个巨人趴在城墙上面吗 然后老百姓很慌张吗,他们就往中心跑 内城跑,对,就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就是由外地入侵的时候赶紧跑到里面藏起来 是的,然后这个游戏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板块放置游戏 然后它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说玩家可以在自己的平面上建立这个城市嘛 然后同时你还可以往这个垂直方向来建,你可以建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 然后越往上的话,这个分数其实是越高的 所以这是游戏的一大特色 就跟这个名字的这个很高的位称联系在一起了 是的,那可不就这意思呢 好吧,话不多说,让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咯 jeden棒 隔壁 一棟 一棵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封面上是一个颜色很鲜艳的雅典成的样子 我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是粮食吗 鸡蛋 篝火 这个不是火 这是篝火 他们手里拿的是 金子 金子 可以 然后背面的话信息也没有很多 上面一二三大概就是游戏的玩法 你选择一个板块 然后安排好了他们 然后进的层数越高的话 他们分数越高 最后就可以获得游戏的胜利 然后游戏部件在这里 然后它支持八岁以上二到四人 然后一局游戏二十五分钟 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这游戏特别好的地方 就它在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在现场我们两个人连学带玩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 对吧 然后游戏进行的其实非常激烈 激烈吗 挺激烈的 最后谁赢了 当然是我赢了 我赢了什么 我就一直就遥遥领先啊 你觉得不够激烈是吗 就是啊 可以 然后这个的话是它的说明书 说明书很薄 一共是差不多七页纸 对吧 它的部件玩法以及最后的一个总结一样的 然后最后这个是一个变体规则 但是变体规则我听说好像其实没有那么有意思 就是它的基础游戏的那个博弈其实很有意思 嗯 好吧 然后这个说明书我们先搁到一边 然后它 哇 它这个板件怎么已经是抠下来的 哦 是耶 你看帮我们省事的 这挺好的 我不喜欢抠这个 而且自己抠还老是给抠坏 是吗 就是那个边上的这个纸边经常会有毛线 所以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它这个板子其实挺厚的 嗯 我不太确定如果时间长了 这个东西吸了水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在桌面上有点不太平整 有可能 现在可以铺的很平在桌子上 但时间长了可能就是如果不平的话 可能会稍微有点影响游戏体验 对吧 可是KD也是职版 卡斯卡地亚之旅那个小小的那个六边形 是吧 嗯 它那个因为它那个板件比较小 它比较小的话 其实它你吸了水之后它那个反应其实不大 你看这种稍微大一点的板件 如果它吸水的话 它就两边翘起来 中间就凹进去 就是你铺的时候就铺不平 就很难受其实 也许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反正看不出来 好吧 然后这个是玩家辅助卡 玩家辅助卡 背面是变体规则 这也不用看 上面就告诉你 不同的板块具体最后是怎么积分的 看就是跟这个板块是对应的 总共有这样四种 这些板块上也就有这样四种 五种人家 其实六种 数学学的真实 然后每一种颜色它也有两种区分 一种是星星的 一种是普通的 对 然后比方说蓝色的意思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你找最大的那个地块组成的区域的那个 就找那个最大的连在一起的地块 然后里头的每个地块可以算分 对 然后你层数越高的那个地块 它就是记得数量越多 你比如说三层的一个蓝色地块 它就算三块 一层就算一块 好吧 然后你这个蓝色的区域的分数 就等于你刚才算了那个所有的数字的总和 乘以你城市里面的那个星星数 嗯 所以这个星星的数字相当于是一个倍数 嗯 如果你一个星星都没有的话 那你就是零分 但是蓝色我们每个人初始玩家就是有一个蓝色星星的 对 但是对于其他区域就没有 都是从零开始的 我记得当时我就是红色还有另一个颜色 集的特别多 但是小鹿把所有的星星全都给拿走了 所以我那个区域集了半天 最后也是零分 红色和紫色 对就很烦 被我拿捏了 对 然后最后虽然蓝色很高 但其实还是不够 对 然后这些板块的话呢 它的背面是告诉你 你是几人局的时候会使用 因为三加的时候就是三人局的时候把它洗进去 四人局的时候把四也洗进去 对吧 然后我们当时是个二人局 然后每一局的话呢 我们就是 会用到玩家人数加一那么多的板块 用三个板块 对吧 组成的这样的一小叠 然后每一轮的话呢 我们就拿三个板块过来 给它翻出来 然后玩家就进行轮抽 对吧 分成三落 翻一个 对 然后如果你是想免费拿的话呢 这就有点像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游戏 就那个很好看的那个流光溢彩 对 就是你拿第一个板块就是免费拿的 但是你想拿后面的板块呢 你就要用到这个边上的这个白色小资源 然后去给你提供你的这个更大的选择空间 你不是想拿第三个 你就得花掉两个这样的采石场的石头 然后买这样的一个地块 对吧 然后这个资源你怎么拿呢 你就得通过这个覆盖住这个白色的地块 这个白色的地块它其实没有任何计分的作用 它相当于是提供了游戏的资源 而且当中的玩家可以就是你 比如说你开始先是建造的这些一层的地块 对吧 然后之后呢 你就可以往上面建了 往上面建的时候呢 你就要满足一些规则 就是你不能下方不能是空的 然后并且你要覆盖住至少两块地块 你不能就是只盖住地块自己 这样盖也是不合理的 你这样盖的话 你看你盖住了每一片白色区域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小方块 这个小方块你最后如果不用的话也送了一分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吧 然后我觉得这游戏我特别享受一点就是说 你下方地块可以连接的很乱 因为早晚你要覆盖上 对吧 因为你最终得分的 其实是你从顶上看可以露出来这些表面 是的 所以给玩家提供了一些很独特的一种思考 我觉得 好吧 那这个游戏的话 其实也是我们如果这些视频 大家点赞过200的话 我们给大家出示范视频 我们这样一次视频 好像大家突然就点赞过200了 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好像我们说了这个之后 大家很愿意给我们点赞 确实 这个其实对我们频道也是一个正向激励 对吧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桌游开箱 关于Aquropolis这个游戏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最喜欢的板块放置游戏哪些 板块放置这个门类其实挺大的 对吧 桌游怪最喜欢的其实是 也不能说最喜欢 反正我觉得比较喜欢的是拼布 那一个 我现在可以想到的 因为拼布它其实是一个二值 然后在短时间内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些思考 可是我硬不了拼布 你硬不了拼布 对 说不定你思考的不够多 还需要再练习 怎么这样 你喜欢哪个 我最喜欢的是 蜂王城堡 蜂王城堡 那游戏确实很独特 就是它 最后你拼出来之后 发现你自己面前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堡 而且它每放一个板块 都有可能去触发一些它的功能什么的 对游戏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一直在combo 一直在得分 对吧 然后再加上那个竞价的那个机制在里面 所以玩家的互动也是很拉满的 然后今年真看我们在现场看了一下 玩了一下它的那个蜂王城堡豪华版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豪华版一点都不豪华 对 它那个豪华版 其实我感觉 它想做成跟之前我们那天说的那个 不跟地城堡那豪华版的感觉 但它板块还是直板 对 但它豪华的地方在于把一些建筑给你变成一个大模型 其实有点没太必要 它就多了几个塔 何必呢 对 然后用到最多的那些板块本身好像并没有太大提升 就是 对吧 好像就是它豪华的地方有点不太合适 就是 不推荐 不太推荐 但是那个游戏本身还不错 好吧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拜拜